那是誰 小屁孩 稀利公 稀利公 蘇鐵兒 蘇鐵兒 現在蘇鐵兒啦 有一點 我真的在港片裡頭很常見耶 就是一種姬姊啊 蘇鐵兒或是 蓋幫來的啦 她很像男扮女裝耶 就是男生 而且邊走路 用手機 真的很厲害耶 我跟你講 她現在生了五個 比現在這個樣子還正 歡迎吳寶媽 耶 嗚嗚 嗚嗚 嗚嗚嗚 嗚嗚嗚嗚嗚嗚 誰在說打狗犯妳 打狗犯拿出來啦 你這時候是什麼東西啊 對啊 妳還Hai All Bailey是罵妳的小孩嗎 對啊 不是啊 因為我那時候才剛生 這時候是剛生完第二灌 從那一年開始 從那一年開始 我覺得人生就 撲入一個悲慘事情 剛生完又忙 一直瘦不下來 所以我自己以前和身的衣服 以前還可以穿s、xs 完全穿不下去 我就一直跟我的老公搶衣服 搶那個x了的上衣啊 哎呀 我們來看看 我在我老公手機裡面 發現了一張照片 好 來看 這樣子 這是誰呢 這真的是蘇琪 是誰啊 不是 我整個大家都是 姬姊 對 蘇琪姊有這樣耶 這是時辰第二集對不對 人類的演化史 我已經退回去人人生 你讓我想 你讓我想讓牙齒輸耶 為什麼 太厲害了 這是不是 你老公為什麼要這樣去 你老公的癖好蠻奇怪的 我已經看到她說戲文很多 又變粗 然後還長得到 她整個很糟 我說真的 你這個連我們現在 我說真的 派系要特別裝耶 這要特裝 你老公要特新裝 我那時候非常適合 你老公是專業的攝影師嗎 所以你在用牙齒摳那個 十五渣 就做了 對 你還是單專業的單眼拍我這個時候 本來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只生兩個 後來你變漂亮就生了五隻 哎呦 可以 原來如此 來 五百八 請記得下一輪 艾爾瑞絲 歡迎 嗚呼 哇 這根本是兩個人 好大 大家可以看 TOP MOTHER 想那個 想那個 最後就生了一整個晚上好嗎 就最想講這句 差好多耶 這個還不是 這其實還沒有很經典 因為我是從小就是胖子 你不用擔心 就是 你還擔心 OK 我過了 我多慮了 對 我從小就是胖子 然後 我從國 國小到二十歲一直都很胖 然後我國中的時候最胖胖到七十公斤 哦 然後我都很倒楣的是 我國中的好朋友都是笑話 然後我跟他們出去啊 就是萬點從中 哎呀 一點綠然後每次都被那個 是保鏢 是一點胖嗎 我保鏢都算了 我還要幫忙就是 頂擔那些學長 然後學長 我都要被學長罵 學長說 你這麼胖 然後說 他要罵 學生好壞哦 欸欸欸 不要看清楚 觀眾朋友啊 我變漂亮了好嗎 對啊 笑話都有裸裸 真的 好像有跟幾個裸裸 我老實說我的好朋友都是全校最正的 然後我都 很多帥哥跟 收我做乾妹妹 我想說為什麼 哦 因為他要跟我朋友做乾妹妹 我也很重要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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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有目的的 超慘的 而且 我那時候就想說我到20歲 然後好不容易就是 為了想要變漂亮 想要交男朋友這樣子 然後就 很認真的減肥 然後所以我20歲的時候就瘦下來了 沒想到 風光了9年 漂亮了9年以後 到 懷孕的時候呢 一下子又胖到72公斤 哇 這一天是我去參加我一個好朋友的婚宴 我真的永遠有幾個 妳穿這樣才敢參加嗎 欸我覺得他們都是 你穿抖屁 你穿抖屁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就說 這我就穿抖棚去了 欸 抖棚 超合的 他穿抖棚了 你都好說話 而且我告訴你 我本來覺得他們講話很過分 可是再放眼望去 你這是最可怕的 真的嗎 不是 我跟你講 每個人都說 你現在真的不胖 你要穿得漂亮一點什麼 我想說我都要生啊 好 就拿出一件最寬的 可以 對啊 他就穿上去有沒有 結果一去就是很久沒有見到我的朋友 就說 喔天啊 你怎麼胖到我都不認得 你的五官 他說尤其是你的鼻子 怎麼跟成龍一樣大 我真的就 你知道我變胖就變成龍啊 然後 然後那天我就真的好難過 我回家就跟我老公大哭 我就說 我都要生了 為什麼還要這樣說 沒有快 快要生之前 你不能參加任何公開小孩 真的 我覺得我就是 不是這樣吧 是快要生之前出去參加 然後知道哪一個人以後 不要再跟他來玩 對 可是我覺得就是那一次 讓我有動力 就覺得我那個 生完小孩 我一定要 郭老師說 我都把這個搬到那裡 我住在那裡 沒有 真的 所以你有同伴啊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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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每次我都會看我媽媽好神啊 然後就想說 好神媽媽都好厲害 就每一個都瘦得跟什麼樣 然後每個都很漂亮 其實他們也是有辛苦努力 才變美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想要知道一下 他們到底是怎麼樣 從麻雀變鳳凰 是 首先我們就要來講 變美 怎麼樣把皮膚變好呢 像我的皮膚啊 就是敏感 然後又異味性皮膚炎 加上我懷孕的時候 就是長很多韻斑 然後又狂貌很多痘痘 加上我的產後壓力又超大的 黑眼圈又變得 就是熊貓眼這樣 然後因為我 產後有餵母奶嘛 又不能亂吃藥 又不能 就是亂擦一些層藥 所以啊 我朋友就推薦我說 可以用 出炸 冷壓出炸的橄欖油 天然的 然後就滴幾滴 對 然後再配合一些 很天然的精油 因為 這個橄欖油啊 它就是有 滋潤保濕的效果 然後精油呢 有它不同的功效 像我這個精油啊 有這個 茶樹 它可以消炎 燙皺 對 然後像薰衣草的話呢 它可以那個消除粉刺 對 然後像這一罐很特別 它是乳香 乳香精油 它可以淡斑 跟去黑眼圈 沒有 黑眼圈很厲害 對啊 像有一些人有楞成紋的話 它就是可以去楞成紋的 那麼強 這麼厲害 對 可是要調和就是 要調和一般的紋 淡橄欖油 你可以調和 要調和 因為太大化的紋路這樣子 林川老師真的OK嗎 橄欖油 邏輯上當然是沒有問題 可是我覺得 這還是要提醒很多媽媽們 就是 如果你沒有正確的一些 譬如說調和的 筷念 或筆例 其實反而會造成你肌膚的刺激 因為 第一個 我們先從出炸橄欖油 這件事情 它是不是真的出炸橄欖油 對不對 現在又這麼多 市面上有這麼多的假油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有點恐怖 第二個是 因為 各種不同的精油的功效 其實你會發現 精油功效大部分都是多功 對 比較少單一的功效 那也因為它是 多功能的情況之下 有時候可能 沒有辦法真正的 對症下藥 那就會造成肌膚的刺激 所以這個是 我要特別提醒很多媽媽們 減肥的過程裡面 我發現就是 中間皮膚可能會有一點變化 所以你要瘦又要漂亮的話 其實一個大原則就是 水分真的要足夠 另外升級版的水分是什麼 有大豆翼黃銅的水分 對 例如你要喝一點 豆漿 然後或者是像黑豆漿 然後或者甚至於吃一點點 豆類的食材 包括豆腐 豆乾這些 為什麼很多人說吃豆腐會變白 事實上不是豆腐裡面的成分 讓你變白 而是豆腐裡面的大豆翼黃銅 讓你的皮膚比較明亮一點 所以你這樣的時候 其實皮膚也會變得 感覺好像比較白一點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在皮膚的過程 這個要變白 變漂亮 其實你要讓你的身體有排毒 那排毒是一種說法 事實上是要排除你的一些毒素跟糞便 所以我們要增加益生菌 所以鼓勵就是可以吃一點 比如說優格 喝一點優酪乳 甚至於是一些益生菌的食物 你要把它補充足 比如說像蘆筍 洋蔥 海藻類的東西 你都可以補進來 蘆筍也可以 對 這其實都很好 益生菌的食物你要養它 讓它在腸道裡面 可以停留比較久一點 對 然後最後 真的針對皮膚的美白 維生素C很重要 我們台灣的巴勒 其實一顆 它你的維生素C就足夠了 喔哇 因為維他命C是最厲害的 白癡王對不對 巴勒 奇異果 然後小番茄 還有現在木瓜 它其實都很足夠 今年初的時候啊 我到沖繩玩 然後我在沖繩的飯店裡面 我就發現了一個 非常厲害的東西 增臉器 哎唷 對 然後你吃 這什麼的嗎 沒有沒有 它真的很厲害 因為它有很多種功能 因為它有很多種功能 因為它有寶刀 雞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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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大了啦 欸 你 我真的好做給它嗎 你在買飯呢 就可以 你在裡面有白飯 它有多功能 它裡面啊 包含像是 它有保濕 然後它可以卸妝清潔 最重要的 卸妝 對 就是它可以卸妝 它就是CLEAR 它是寫CLEAR 就是幫你說 就是你在卸妝的時候用 它可以幫你放大毛細孔 所以你就可以幫你把東西帶卸出來 這樣你妝會融下去嗎 沒有 卸妝的時候啊 卸完吧 它是上面寫說你可以邊卸邊用 然後呢 它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它還有一個緊緻功能 緊緻 對 所以因為它就是 它是利用啊 熱氣 蒸氣 然後再加上那種冷水 然後會噴冷水 所以它會噴水出來 對 那不是 尿尿小童也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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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通過這種冷熱交替 大家都知道就是冷啊下熱 它就可以緊緻之處 所以它還可以瘦小臉 但是這個有效嗎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有效 但是 當然它剛剛講的什麼緊緻瘦臉 是有點 太涵了 但是 基本上肌膚的調理 我覺得是很有效的 蒸氣保養這件事情是絕對很OK 我個人也很推薦 因為 所以 有效 是 所以 你 看到 我們 有效 所以 來 有效 你 有效